大家好,我們是大王國中的學生 我是蔡依潔 我是邱真林 我是二塵 我是鄭丹英 我是吳文次 我們一開始對DFC的這個主題完全毫無頭緒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個 離我們身邊比較貼切的一個主題 就是彰空器 而為什麼要選彰空器不選別的呢? 就是因為我們人舞區有非常多的工廠 大家也知道就是有石化也有檯樹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找大家陪我們一起行動 來改變我們的環境 所以就請大家好好聽我們一下的故事吧 然而改變空氣這個行動對於我們平常人 就是譬如說國中生小孩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譬如說工廠有排放廢棄 但是我們不能自止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權利 因為那是政府做的事 那我們國中生或小孩能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先自身做起 然後再來影響周遭的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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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自 就是有做一個問卷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那個 包括一些我們平常會影響空氣污染的一些行為 然後這張問卷裡面的內容就是有網路上所查到製造二氧化碳上面的就是原因 例如說什麼工廠上面排放的廢氣啊還是其成交通工具所會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 還有一些平時的用電就是產生電的那個二氧化碳 還有一些用量 不過 如果你今天是給一個每天搭乘機車或是開車上班的上班族 他可能會覺得說是太常搭乘這些工具 所以會改騎腳踏車或是搭乘交通大眾工具 而如果你今天是拿給了一個就是例如說學生或是家長 他們雖然說沒辦法改變什麼 但是他們會告訴身邊的人而去改變更多人 所以我們一張問卷可能會沒辦法影響到太多人 不過那些人告訴了身邊的一些親朋好友 所影響到的人會是一船十十船百 但是呢我們不想要只局限在人物區啊還有我們的學校 所以我們決定我們要踏出校園然後走出街頭 帶著我們的問卷去尋找第一個我們要訪問的人 那第一個呢我們找到的就是警察 那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經驗嘛 所以通常都是你去啦我不要 那這種情況就是需要靠同儕之間的鼓勵 那有了同儕之間的鼓勵呢我們就會有勇氣去詢問第一個人 那第一個我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們可以幫我填一下問卷嗎 那他當然是很樂意啦 他說好啊 那他有不懂的地方呢他也會問我們 然後問到會為止他就是會支持我們這個行動 然後就會填這個問卷啊跟這個板子代表他的支持 那第二個呢我們訪問到的人就是唱片公司的員工 那我們進去問他的時候 我們問他說請問一下可以幫我填一下這個問卷嗎 然後他就說好啊你們在拍嗎 那我們就說對啊 那他就說可以不要拍嗎我穿制服耶 那我們就知道不要拍了啦 那可是呢他最後還是有支持就填了那個問卷跟那個板子 就代表他支持 可是第三個人呢我們問到的是 是藝人 是誰 JANET 認識嗎有認識嗎 認識嗎 怎麼都沒有人回答我 好啊就算是認識好不好 那我問他就趕快跑去問他說 可以幫我填一下問卷嗎 結果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藝人 每次藝人請就課員嘛 那所以呢我們也是有失落感 那可是我們還是有動力繼續找第四個人 第四個人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笑的雞蛋糕阿嬤 我們問他說 可以幫我們填一下問卷嗎 他說 啊你是詞騙集團也有 啊我們就說我們不是 我們跟他解釋了好久 他是相信我們是真的是國中生 想要了解這些對於空氣污染的一些想法 那他也是有支持 然後我們還一句一句 因為他看不懂國字 所以我們還一句一句一句 跟他就是翻成台語 然後訪問他 然後他完成就是那整張問卷 我們就也是很開心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個 就是繼續下去的動力 所以我們這個目標就是 希望那些被我們訪問到的人 能夠因為我們而改變他們的行動 也希望讓那些其他不知道 空氣污染的嚴重性的人 因為我們這群國中生 告訴他們 改變他們的想法和行動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的話 我等一下會把麥克風給 最旁邊的那位姐姐 請你對著麥克風大聲喊說我支持 希望大家一定要說出我支持喔 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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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好 最後呢 當完國中 1 2 3 YES OK 1 3 2 3 2 3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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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